撇開親人 撇開上帝 再來就是COBE了 這樣子一個崇高的地方在我心中 他剛剛講說精神寄託之一 就爸媽已經很上面啦 你說之一表示COBE旁邊還有其他 那當然還有什麼工作啊 關槍關槍 工作當然也是一個精神寄託之一 A女啊 B女啊 C女啊 你不要害他 你不要害他 你的B女 好了 可以了 你有看過清晨四點半的洛杉磯嗎 還真的沒有 其實我在凌晨三點的時候看過新店 以前要靠指考的時候 三點的時候看過新店 對 而且來上城班的時候就會 對 我有看過凌晨四點半的三例 好的 歡迎收看在線國界 我是鄧薇 我是宇浩 好 我們今天呢要聊COBE 那因為COBE試試其實已經一週年 當然我們這集上線的時候其實已經過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跟宇浩很堅持 沒錯 這集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算是一個致敬 對 致敬系列 那所以你本身是COBE迷嗎 我覺得我算是 但我沒有到 我不是非常狂熱COBE迷 我不會去在意他的表現或是數據 那我比較喜歡是他的本身的精神 啊 對我也是 因為我也不是COBE迷 我是LeBron Jameson 我知道 對 然後COBE就是跟LeBron 本身是兩個巨頭 魚亮情緒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呢還特別為大家請到了一個來賓 那這個來賓他非常喜歡COBE 那喜歡到就是曾經就是在去年這個時候 他請了一個禮拜的假 然後掌握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請假 他說因為COBE過世 正假的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問他 我們等一下問他是不是真的 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陳陳透 嗨 欸 當然不是真的啊 哪來的消息啊 我想說我哪來的消息啊 哪來的消息啊 哪來的消息啊 那我確實大哭了一個禮拜是不是你錯 是真的 對嗎 COBE對你生命的來說是什麼樣重要的一個 你看我都投機 什麼樣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對什麼樣的存在 他有點像是就是精神寄託之一 就是如果撇開自己的親人 撇開因為我天主教嘛 撇開上帝 再來就是COBE了 這樣子一個崇高的地方在我心中 很很高 所以你的順序是家人 然後宗教然後COBE 對沒錯 可是他剛剛講說精神寄託之一 對 所以他有別的 對 當然還有爸 爸媽 沒有那個在上面 就是質疑 對 爸媽已經很上面了 對 你說質疑表示COBE旁邊還有其他 那當然還有什麼工作啊 關槍關槍 對 工作 工作當然也是一個精神寄託之一 A女啊 B女啊 C女啊 不要害他 你不要害他 那你的D女呢 好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把話題拿回到COBE上 好我們把他拉一段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COBE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台灣時間的1月26 27 26 26 對然後他就是事事一週年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先前是因為 直升機 然後因為能見度很低 那不知道為什麼還是要起飛 那就不小心墜機 然後他跟他的二女兒就在早上的9點45分 在洛杉磯的卡拉巴薩斯地區墜機 然後後來兩個人就是都身亡了 這樣 我記得那天早上 我收到消息的時候是LINE傳新聞 然後講說就是COBE是時候 我想天啊 這是假新聞吧 然後我先點進去看了一下 就 煞有其事 但是我還是沒有很相信 所以我就去查了外媒 然後直到發現外媒連CNN都報導 我就 事情大條 真的是 我就嚇壞了 我就嚇壞了 然後因為我記得那個時候 連我們的公司的那個新聞大平台 都有在傳這件事情 我就 哦原來 這件事情是真的 我那個時候是 因為早上起來 我會先 團隊闖上先滑一下手機 有很多群組就開始轉傳那種字式的 就是標題都差不多的新聞 但因為這種東西我看過 我都會先把它當成是假新聞 我就 放了我就不管 我刷到一半的時候 腦子開始清醒 我想說看不會吧 怎麼大家有之一同都講 假新聞 對 然後我就出來看 看一看之後 然後我騎車上班吧 七一七我就開始哭 我就一路這樣 我就一路哭哭哭哭 哭進公司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是開始哭 我當 我當時是 我當時是還沒有睡覺的狀態 因為 因為我都是中午上班 哦 中午上班 所以我是還沒睡覺的狀態 我那時候在滑 因為COBE在IG 我去INSTAGRAMPO了一張圖片 是他跟LeBron James 他是勉勵LeBron James的一段話 結果我才在那邊看LeBron James 跟COBE的影片 突然一個訊息突然跳出來 然後我想說也是一樣 跟大家一樣 假新聞吧 這不可能 越滑越多 然後CNN開始爆 結果一個小時內CNN就開始爆了 我當下是 快要呼吸不過來 的那種感覺 很像確實是身邊的人 突然怎麼了的感覺 然後我就 我身邊的人都有看到 都有見證到 我那天就是直接 把自己從棉被裹起來 然後開始 是直接哽咽的哭 其實不只你 就是那天在比賽 因為那天還是有例行賽嘛 然後有很多場上的球員 他們也就是 打到一半 然後官方突然宣布這個消息 然後就直接在場上哭 然後還甚至因此暫停比賽 確實 然後後來除了暫停比賽之外 就是有剛開打的比賽 他們也用就是 半場8秒跟進攻24秒的威力 然後來致敬Coby Bryant 因為 應該是說後Michael Jordan時期 你如果真的要挑一個傳奇經典的話 你可能不會想到Alan Iverson 或者是你可能不會想到 Shaquille O'Neill 因為他還在耍寶 對 那你一定會想到Coby Bryant 即使說就是 他的成就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GOAT 很多人就是持續不斷在討論 但是你都已經確定說 他就是一個傳奇的存在 所以對於 每一個看籃球的人而言 甚至是可能不大看球的人而言 你至少都會知道Coby這個人 所以他的事是對於全世界來說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今天阿泰其實有帶了兩個 對 很重要的收藏 對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看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順便跟大家討論一下 好啊 這個呢就是 一個畫框嘛 那這邊是Coby他8號時期 背後8號時期 跟他24號時期的一些數據跟成就 對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他們兩邊的數據其實差不多的 對啊 我剛剛看到這個 我也是說 原來沒有差很多 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 運動員年紀稍微大一點 他可能會稍微走下坡 對對對 對對對 但這邊看起來好像就是 他8號時期就是16866嘛 然後他的助攻是3148 籃板3600 然後拿了三個冠軍 那個是個OK時期嗎 對對對 OK時期 OK時期 就是Shaquille O'Neill 跟Coby Bryant搭檔的時期 然後後面他換成24號是 跟Gasso 跟Gasso 然後跟Lama Oden他們 然後是16000多分 然後3000多助攻 對 兩座冠軍 就 真的沒有差很多啦 然後分區冠軍也是差一座而已 後來就是因為阿基里事件斷掉 看起來就是生涯 還就是就開始走下坡 我覺得對他們這兩個背號的時期 最大的差距我覺得是最 我覺得是在 他在場上的態度 我們可以回過頭再看的話 是8號時期的Coby 他是比較有一種 現在屁孩的感覺 就是那種 Just like you 對 有一點啦 You 還沒有經歷過太多的討厭 對對對 而且就是很想要在場上 表現出什麼東西 展露光 對對對 但24號時期我就覺得 他是一種 他在場上的表現 不是是為了個人榮譽 而是 想要 想要為這個球隊 想要更多的影響力 然後甚至是 拿下冠軍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兩邊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剛講阿基里事件 我進這一行的第一條SOT 就是成代 就是Coby的阿基里事件斷練 2013年 對 2013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華市 然後就是他 對上 荊州勇士隊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就是寫說 我記得他那個時候是一次背框單打 然後打到一半 他要切入的時候就 啪斷了 重點是還發完兩次球 對 發完兩次球 那時候我也哭 這個真的很強 阿基里事件斷了 都可以發完兩次 而且面無表情 對 他是後面記者會才開始犯淚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NBA的球員 如果你真的有受傷或是什麼 你可以請隊長代法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隊長代法 但是他沒有就是 還是他自己就是隊長 那可能就是因為他自己也是代隊長 但因為隊長是本人受傷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定一個 一定有 對 但他沒有他就是自己把他發完 兩發都進 超強 對啊 所以Coby有很多很經典的過往 就是 應該說所有的NBA球迷都不會去忘記他 包含NBA史上單場得分 排名第二高 僅次於Walt Chamberlain的單場100分 對 單場81分那天你有看球嗎 有 那天你有看 你有看喔 那天你有看 可不可以還原一下當時的感覺 因為其實是有點久 甚至連年份我都有點忘記 2006 1月22吧 23 月份我就不曉得 1月22 那不就最近嗎 對就最近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就是一開始正常 其實你看Coby每次場均 可能都30分40分 好一點可能50分 就是我們會 對他這種表現 覺得是稀鬆平常 對 他大概從第三節 我這些都是憑印象 我不敢保證他的正確性 從第三節開始 你就會發現 隊友開始刻意未求 就他們一開始已經感覺得出來 他還想要挑戰這個新紀錄 嗨大家好 我是世界什麼態度主持人 陳陳泰 很高興可以跟鄧薇和宇浩一起聊天 聊什麼 聊國際議題 喜歡國際議題的朋友們 請鎖定YouTube 每週二跟每週五晚上8點 請主持收看 但是我覺得 那個 他們其實有認真守 因為那個Jarlene Rose 負責守他的人 事後也在專訪說 這個 我真的man 我真的盡全力守他了 所以 那天Coby真的是在狀況 所以他表示說 對手真的就是 我今天就是真的守不住 對 那Coby也有說 他覺得那籃框跟大海一樣 怎麼塞怎麼進 對 怎麼塞怎麼進 滿有意思的 我覺得81分 他是一個很難超越的 很恐怖啊 很恐怖啊 真的很可怕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有很多紀錄 好像都是鎖龍幫忙撞到 那個時候 那時候鎖龍有被人家笑嗎 我記得 就是 他可能一直戰績都沒有打得很好 所以常常會被 湘敏就算說 今天就像鎖龍 又有機會創紀錄啊 之類的 而且我記得Coby的最後一場比賽 我那個時候是在研究室看 你看我已經變碩士生了 博二到了碩士 他最後一場比賽對爵士 得了60分的那場比賽 那場比賽 我真的就有感覺 隊友在餵球給他 然後我記得後來他在賽後的記者會的時候 還有說就是通常 我在例行賽的時候 大家給我球 大家就叫我傳球 然後 但是這場比賽他們叫我不要傳球 對對對 這個我有印象 這個我有印象嗎 對啊 的確因為我過去打球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說 Coby超愛自乾 超級愛自乾 然後我記得甚至台灣 就是有一個叫做ALT 他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反正是說 因為他那個時候做四個漫畫 就是還發明了一個梗 就是三夾之內都是空洞 對 後來還增加到五夾之內都是空洞 對就是反正Coby一球在手 他的眼睛就是只有藍光 對對對 就蠻有意思 但我要替他平反一下 畢竟我們這邊數據上 他也是有助攻的 其實Coby的助攻還是頂多的 也是蠻多的 他平均大概也有一場五到六個助攻 所以其實他還是會傳球 只是那些highlight 大部分都會focus在他的投籃灌籃 甚至是一些技術性的進籃這樣 我覺得因為他本身能力很強 所以他覺得他這個他辦得到 所以他就不需要傳 而且其實說真的 他的位置其實也不是必須要做傳導 他就是shooting guard 本來就是要等分 對 進攻見投 但是就我一個LeBron James的球迷而言 你知道LeBron James的球迷通常會對Coby有一點敵對 但那個敵對不會是說我逢科必反 而是說我其實也喜歡Coby 因為我就覺得這兩個球員都很強 但是我就會覺得你是我的對手 對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陣子歧視對胡人的比賽 我一定坐下來看 而且有一陣子NBA就會把歧視跟胡人 排在聖誕大戰 對 我一直很期待這兩支球隊有一天可以在冠軍賽打 但我就沒等到 我覺得很可惜 對很可惜 對看LeBron跟Coby對打真的超級過癮 沒錯 因為兩個人都守不住彼此 不知道為什麼 有明星賽12鍋 大家不知道這個明星賽 明星賽我覺得那個明星賽 大家都會玩好不好 對 12鍋 12鍋你好 好明星賽明星賽明星賽 對好 總而言之就是Coby現在過世一年了 你現在回想去當初那個狀況 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現在我至今呢 literally 具體來說就是我從他過世到現在 其實不只從他過世從 一直以來 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每天晚上 必定會有個時間 在看Coby的影片 或是Coby的照片 是有關Coby的相片 從我IG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 我每天都在划Coby 而且他的桌布 等一下他剛剛說 借我一下 他剛剛說他每天晚上 都在看Coby的相片 然後Instagram就做出了有點帥 哎呀 哎呀 不錯 不是啦 就是其中一個喜好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一樣 你那個鬆旋點開 都是其實那種方式 你自己看吧 就是除了那個以外 還有Coby 就是Coby 他的已經算很厲害了 像我們點開就只有那種東西 我不會直接Coby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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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很棒耶 不是他桌布是Coby 我桌布也是Coby 應該是哪一年拿冠軍的時候吧 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那個 對斯爾提克 陣容有誰 陣容一樣有Paul Gasol 跟Lamar Autumn 還有Fischer都有 都在 然後一樣 教練是禪師 Fell Jackson Steve Jackson Steve Jackson是誰 Steve Jackson是老船長 一個球員 對 然後 那一年是最後一次拿冠軍 對啊 其實 因為我每天都有在看 就是 比讀書還要認真 感覺出來 所以 所以我 我對他的事情 算是還蠻熟悉的 遼若執早 但 但這也不能證明什麼 我也不是要證明什麼 就是 他就是一種 我的生活 然後 算是你的另外一個信仰 對 他算是另外一個信仰 為什麼會有這個 你先講 我有個問題我想要問 那個時候 Coby 那時候鬧出性侵案的時候 你的感想是什麼 那時候 我也還是個屁孩 那時候我國 國中吧 然後 當然我會一直 deny 就是 一直覺得 不可能 不可能 對對對 但 就是腦粉 對 我那時候就非常的腦 腦到就是 大家講什麼 我就反駁 對 我聽不下去 但 我就是 就是人家跟你說 Coby就是性侵 反正他就是強 就是這種 不會 我會說 他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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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證明 據說就是 好像確實有發生行為吧 但是 不是性侵 好像就是仙人跳 對啊 想練才這樣 對對對 但 這 不是重點啊 重點後來 我 喔 當初我看他 性侵犯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 欸 那時候 而且是國中要考 考高中的時候 嗯 然後壓力非常大 我看著他 就是欸 我就覺得 他 身陷這麼多的 官司風暴 還有壓力 還有扛球隊 然後我就覺得 他一場一場 還是可以繳出 這麼好的成績 嗯 然後他就變成 因為我一個 隔空的那種 mentor 就是一個導師 就是你會覺得他 理論上他心情好像應該會受影響 對 但他還是打得超好 對 我只不過是 考試考不好而已啊 我只不過是 失戀而已啊 哇 超級正向 對我只不過是 然後我就覺得 欸這沒什麼 就是Coby 可以這樣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而且我們年紀才差10歲嘛 所以 就覺得 他可以做到 我也可以做到 你講到這個 讓我想到就是 我有看過Coby一段專訪 我後來還要把他 就是收盡我喜愛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那個 看完真的是太立志 他的內容是在講說 就是 Coby的求勝意志 到底有多強 他說他曾經有一場比賽 就是投了五個airball 然後賽後 Oneo還到他旁邊 跟他就是鼓勵他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跟那個主持人講說 Oneo那個 主持人問他說 那個時候Oneo到你耳邊講什麼 然後他說 我不知道 因為我根本沒在聽啊 然後問他說 為什麼沒在聽 他說因為我根本沒事啊 那他就在講說就是 因為他那個時候 剛從高中就是跳到 NBA 因為他直接跨幾個 然後打NBA 然後他就發現說 因為高中大概 一個球技打35場比賽 但是NBA要打82場 那所以他那個時候就發現他 那問題在哪裡 因為腳的肌力不夠 因為比賽太多了 所以他就在暑假的時候 就是加強密集的訓練他的下盤 然後讓自己去 讓投球的力道可以延續這樣子 那他那個時候就說 我覺得算是 我們現在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辦法培養的一個心理狀態是說 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所以你才會去在乎那五個Airbow 哦 哦 大概 他就是覺得說 你今天投了五個Airbow 然後大家都在關注你 你投了五個Airbow 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好丟臉 對 但他的講法是說 你會覺得丟臉是因為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 可能根本Nobody cares about you 大家會這樣安慰人 對 就是根本沒有人在乎 沒有人在乎你 沒有人在乎你啦 不會啦 對啊 你應該要把就是那個問題放在說 我如何讓我自己下一次更好 然後贏球這樣 而不是去在意別人的眼光 我那時候聽到這個我就覺得 哇靠超有道理 因為 好像有些時候我們 會無形之中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或者是我們很想去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情緒是有一個線性的思考 就是今天我發生A 那接下來我一定會有B 我今天考X了 那可能我會被罵 然後我會被罵之餘 就是我會覺得很丟臉 再半張抬不起頭 什麼之類 但 就 講一句實在話 就真的沒有人在乎 我覺得那個是 我們人類在面對負面事情的時候 一種本能 然後像Kobe這種 這種等級的Legend 他們有辦法克服這個本能 然後去 把自己的精神狀況體戀到另外一個情況 另外一個層級 那就是他比我們厲害的地方 而且那個時候主持人還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Leonardo Barbosa 那他說 Barbosa他其實 其實曾經在被訪問的時候 他就有說到 就是他平常 off record 的時候 他打球可以打得很好 但他今天在美光燈下的時候 他就是覺得好 別手別腳這樣子 那 沒錯 其實 Barbosa打得也不差 但是他到 就是後期就是你有發現 他越來越就是替補的那種狀態出現 可能就是因為 像你說的就是 他沒有那個成為Legend的本質 就是他沒有辦法克服 這個心理上面的那一罐 但我覺得還是要勉勵大交 我覺得這個 這個只是一個轉念之間而已 我不覺得 他那個等級就必須要幹嘛 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成為 我們這個領域的 我們都有辦法跨過那個 這也是Coby常常對大家講的 就是 不管你是在哪個領域 你就是一個轉念之間 對啊 你就 你就不要把失敗當作失敗 你就把它當作動力 對 它是動力 我們講這個其實就是 我之前在網路上說 學的MambaMantle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稱呼自己 黑曼巴 Black Mamba 然後有人就把它寫成叫做 MambaMantle 就是 黑曼巴的精神意志 對 那今天這個好像也是 對啊 阿泰帶來的東西 這個是怎麼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算是他的自傳 但是有 呃 主要是照片居多 那這個是 就是 呃 各種就是每一場啊 還有每一個過程 Coby的一些 呃 心裡的話 而且人家訪問他的話 那這邊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除了從中學到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意志 意志以外 我覺得這些照片都很難得 而且是在網路上比較難找到的 所以我 才會決定收藏這個 你有看完嗎 欸我還沒看完耶 我還沒看完 你喜歡看到哪裡 我看到大概一半而已 我大概看到一半 其實我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心裡的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Coby的東西我一直都不敢 看完 對 你覺得看完就 這個東西就是結束了 對 然後這個東西可能就會 永遠放在一邊 然後就沒有 就不會再把它 就你只要不把它看完 不把它結束 你就知道他在你心中 永遠都站在一個位置 對 他就是一直在那裡 所以我不是 我就是慢慢看 然後我甚至還重複看前面 對 然後我一直不敢 不敢看完 那你現在看一半 你有沒有對當中最印象深刻的part 其實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這很 太多了 一下子選不出來 一下子也選不出來耶 對 他裡面是真的有很多 你就是你在 不管是網路或是電視上 你都看不到 對很多 那是隨隊記者寫的嗎 還是 隨隊攝影師 攝影師 對 其實還可以看到就是 他洗澡的時候 對 他洗澡的畫面 大家通通看不到 這邊就是 一次三張露給大家看 他為什麼要在洗澡的旁邊放一堆鞋子啊 這鞋子 不是這只是冰敷是不是 對啊 那這冰敷 這是他洗冰敷 對啊 他為什麼洗澡只洗下半針 沒有啦 這個其實也是冰敷 對啊 那是冰敷吧 對啊 我覺得 各個都 印象非常深 叫我現在突然挑 我也很難挑出來 重點是 很多這種 照片啊 嗯 嗯 大家都知道就是 Kobe 從高中時期嘛 那就是有他 剛進去的一些照片 17歲的時候 甚至這個已經是他後期 他參加奧運 對啊 還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奧運 我昨天又看了一個影片 這個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Fiba 他在他的Instagram PO出了一個影片 就是 他向Kobe致敬 那Kobe致敬 不是因為他得了很多分 或是他灌籃 而是有一球 他跟巴西的球員 是巴西嗎 我真的忘記了 他跟巴西的球員拼搶一顆球 結果 拼到最後就是 他們明明還領先那麼多 他就拼到最後 直接趴在地上 然後直接彈 然後一樣 還是要把他抓 甚至造成他的犯規 然後甚至出界 嗯 對 出界的犯規我真的忘記了 但是那個 巴西的球員就覺得 哇 你一個 這個美國隊的巨星 居然要跟我拼搶到這樣的程度 嗯 然後就覺得 然後 就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一般人不會有這樣的表現 他表現是在於 就會覺得他 呃 你美國明明就已經跟我實力差距這麼大 你居然還要為了這顆球 這麼努力的搶球 對 還是認真在對 在看待 在看待這個比賽 然後看待 甚至其實就是 對於運動員來講 或甚至每一個領域來說的話 就是對你的一份尊重 嗯 你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不僅是對你的 呃 那個同事 或是你的 長官 更是你對 呃 受重 或是你 你的對手的一個尊敬 使盡全力才是尊敬你的對手 對啊 他的確啦 他使盡全力的確有幫他自己拿到一些很不錯的成績 不是不錯 是超好 就是他拿個五個NBA的冠軍戒指 對 那拿兩個Final MVP 然後他同時也是18次的全明星球員 對 然後15次的最佳陣容 然後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時候在做體育單元 我曾經跟宇浩聊過一件事情 他手上 他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搞不好也是史上唯一一個 拿過五座NBA title 跟一座奧斯卡的 奧斯卡的 NBA球員 對對對 對 他那個奧斯卡的影片我每看必哭欸 真的受不了 因為從配樂到什麼 我覺得都超級無敵到位 而且 那次就覺得Kobe桑 你怎麼那麼好聽 他其實奧斯卡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欸 有重新配音的版本 有啊 這不是他的 對不是他的聲音 那是誰的聲音 我不知道 那那個是 他那個版本我看是在 Morgan Freeman 也不是 那個聲音我不太確定 就是不知道是誰 但他那個 那個版本播出應該是在奧斯卡現場 但那個好像是重新把它配音過的 就是他播完之後他就上台領獎 我記得是這樣 反正內部短影片就是在講 Kobe從以前小時候他還在義大利的時候 他是什麼時候去學會籃球 然後怎麼看籃球 然後從原本投襪子 把襪子丟到那個籃子裡面 到最後自己是把球投進了這一段 哨音那個 這個叫什麼 壓哨球 對壓哨球 然後後來因為傷勢的緣故 所以他就是要跟 籃球說再見 這段過程 因為我在那個專訪裡面 其實有曾經聽到過說 他其實從13歲 就訂定自己一個目標 就是他就是要成為 史上最棒的籃球運動員 對 所以你能想像有一個人 從13歲的時候就立志說他要成為一個人 你13歲在想什麼 媽媽咋摳 我媽媽咋摳啊 我13歲的時候在打棒球 你打棒球喔 那你有想到史上成為最棒的棒球員嗎 我那個時候只會覺得我想要成為全隊最好 但是我沒有想到這麼遠是說 我要成為台灣最強的棒球員 沒有 我只是希望說我比其他人出色就好 不過我小學倒是會一直跟我同學說 我以後一定要進人比A 嗯 殊不知 就長不高 人家nate robinson 一百對十五而已啊 也是也是 不是175 我覺得跟長不高沒有關係 純粹是自己自己的 就是沒在練 對沒在練 你看那麼多Coby影片 有不學人家的精神 你看過凌晨四點的中和室嗎 中和區 中和區喔 我有看過 欸其實我常常看的 因為你都四點才睡覺 完全相反 對對對我到四點才睡 絕對不一樣 對啊 對對對 你說你說 你來做個總結好了 難得我們把這個總結就是交給人家 跟Coby有關係的總結 你覺得Coby的 我覺得喜歡Coby 只是一個標籤而已 對 所以像宇浩剛剛說的就是 主要是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 就是他不會去care他的數據啊 不會care他的表現 但是他很care他 他帶給大家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總結 在哭完之餘 我覺得就是要 我覺得效法他的精神是一個還不錯的精神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勉勵 所以你之後就是會效法Coby的精神變成 the best journalism in the world the best journalism in the world the best journalism in the world 我覺得 G-O-A-T成為新聞界的G-O-A-T 我覺得Coby還說過一句話就是不要設限嘛 那不要設限 所以我不敢保證我能做到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我不會對自己設限 就是盡全力做好這些事情 對 因為像Coby就講 你就focus 你在療傷你就focus在你療傷 他的腳受傷你就focus在你腳受傷 把他治好 一步一步 你自然就會達到巔峰 自然就會達到巔峰 沒錯 那也謝謝阿太今天加入我們 然後跟我們聊了這麼多的內心話 對啊 那我們同一時間也希望在線國際寮的觀眾朋友 可以focus focus什麼呢 focus在我們的桌上 好 我們還是強烈的在徵求所有的乾爹乾媽 那同一時間我們也謝謝金釀 我們的乾爹 yes 送給我們非常棒的啤酒 會非醉酒 It's good to drink 我一定看到沒有 可以可以 我們回家試 對對對 好非常謝謝阿太 我們來跟阿太乾乾一杯 謝謝謝謝 今天就有存在度 一刻一刻 要乾嗎 都可以都可以隨意隨意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禮拜 想提供給大家的在線國際療 那今天播出的時間是禮拜二 所以 我們禮拜五見 拜拜